我想我自己會是大腸橫膠兼左膠那一隻 我覺得全世界的人不是人 我們不自己互相相處 不需要說因為我的身份和你的身份不同 我們對你有不同的待遇 嗯 其實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 今上就是那個所謂的人口溝淡 或者剛剛所講到的 就是今天西藏明日香港 或者是會不會今天的香港 明天的台灣 我覺得我們如果要同化他們 我們首先要堅守我們自己的理念是甚麼 我們的價值是甚麼 我們包括我們尊重的人權 我們尊重那種非歧視的那種原則 我們自己要堅守到 才有機會去拿我們的原則同化給別人 如果我們自己給別人那種 那種很民族主義的思想 那種很歧視性的那種想法 去同化了我們的話 我們這場就已經輸了 未打已經輸了 這幾天聽到大陸的朋友 很直接的感覺就是說 很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第一講到就罵小朋友 打女人 就很大的反感 你自己是否都是有這樣覺得 其實本土派真的走得過了火呢 我覺得我們的矛頭要對準制度 而不是對人 其實要聽一個批評都已經聽完了 其實你們是無可否認 是興起著的 是一個無可否認 是興起著的力量 就是他們在講的批評 有沒有可以聽到 或者是 adjust到自己的posture 的地方其實 有幾樣 就是第一 當我們講身份政治的時候 我們不是想造成歧視 而是我們希望進行一個 nation building的過程 即是一個建國的過程 講的國其實不一定是指國家 在一個國家之前 應該首先有國族才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是要成為一個國家的話 怎樣可以不談論 怎樣成為一個國族的身份認同 一定要講的 所以第二就是 為何會說我們需要有一個清晰的身份認同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現時中共 是一種殖民的統治 而你被殖民統治者統治的時候 你要進行解殖的鬥爭 你要進行解殖的鬥爭 你是無法認同這個殖民統治者 賜予給你的身份認同的 97年之前 我們是不是中國人 如果真的要講國籍 nationality的話 97年前我們叫做英屬香港人 只不過97年之後 我們就變成了中國人 這是殖民統治者賜予給我們 強行賦予給我們 說我們首先是中國人 之後才得出來的身份認同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用 在文化上或是其他情感上 經驗上 是有這種身份認同的 我不會說特別去 我又不會對他們做些甚麼 只不過我想指出 我們現在經歷的是一場解殖的鬥爭 所以我們才要強調身份認同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國族 建立一個主權的國家 所以不談是不行的 所以其實很簡單 香港人要做的就是去中國化的過程 還有第二件很重要的就是 國族主義才是一個 nationalism正確的名稱 民族主義是ethnic nationalism 當然你說ethnic的時候 當然有少部份是關於你出身 關於你是哪裏的人種的問題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現在說的國族主義是 civic nationalism 我們在說每個人 為何他可以成為國族的一份子 為何是一個命為共同體的一份子 是因為他跟我們有同樣的心路習慣 同樣的語言 用同樣的文字 有同樣的價值觀 而且願意為這個地方效忠 捍衛這裏的一切 這一種公民國族主義 其實是世界通行的一種建國國族主義 美國是這樣的 法國的共和亦都是這樣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他們談論國族主義的時候 是一種歧視 你一定會分得清哪一個人是一份子 講到最徹底的就是 他們所說的話 如果對手在灰北黑 或者在香港的前宗主國 在大不烈顛帝國的話 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根本上就是 或者大中華膠就妥協了 就因為對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 我們打不贏他 所以才不贏他們 在香港的身份 我自己是香港長大的 我三代都是香港的人 我自己讀的書 我當然會看香港的電視 在香港電視劇 在香港電視劇 聽香港的歌 但也有讀中國歷史 也有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 我在內地的親戚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們同一個身份的一份子 不等於是因為我接受了中共 治下的那種身份認同才會變成這樣 這些是一個自然生出來的一些身份 人本就有很多種不同的身份 會不會這樣就變成在 在抉擇優先的時候 你會愛所謂的外屋及烏 為了照顧到 在國內所謂的同胞 他們的福祉的時候 都放棄了自己作為香港人 首先要追求的一些 我覺得這兩件事是不矛盾 只是相負相成的 你不同地方的人的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的運動 你互相的連結 只會更加壯大 是會將它縮小的 我覺得寫的運動是 更加像一個滾雪球 不是說你這樣一枝水音源就乾了 你寫的運動 你互相的連結 互相的溝通 互相的影響之下 你只會越散越大 而不是說 你將你故步自封 我只是看香港的東西 就可以將這個運動擴大 其實是矛盾的 我也不覺得矛盾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國族認同上 是有中國的身份認同 那這個很正常 從小到大學校 學的都是中國歷史 但是你剛才說唱不到中國國歌 看到那個國旗 你沒有很大的感覺 是啊 沒有感覺 但 那接著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那為什麼要學中國歷史 和中國文學呢 為什麼不是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文學呢 香港的主體性 在當中佔的比例是多少呢 這是一種教育政策 是英籍時期 為了穩定中國人人心的一種教育政策 也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一種這樣的教育 所以我們產生了一種主觀 建構出來的國族認同 但是面對現實的情況就是 你 你很難去 我不覺得可以 說得到 其實周恆彤最實際的感覺就是 你們所說的東西 不是有主流的市場 起碼 六十多歲打上 那些不會多購入 我才不是六十多歲 那就是三十多四十歲那些 都不是全部購入 但你不是因為別人購入購入 就轉你自己的立場 那就是政客 所以你要做的事 就不是為了市場去做 說回我自己 切身有些什麼感受 那倒轉來說 或者是大中華派 是因為有市場 或者這個市場覺得 我又不會這麼說的 是的 不要這麼說 我不會這麼說 但是 我真正覺得就是 我覺得九七前和九七後 政制上 經濟上 文化上 教育上 殖民政策其實是比九七前更加嚴重 是不是呢 所以我就不會說這個是殖民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獨裁政權的問題 它所有這些 毀滅文化 毀滅 每個地方的身份的政策 是獨裁都不是殖民呢 我覺得不關是殖民是殖民 我覺得 所以我說這個是要強行將殖民的那套理論和concept 放入香港 其實同樣面對這些問題的 不止是香港人 新疆人在說他們原有用的寫字的方式 包括新疆人 包括西藥人 包括其實在漢地的漢人 都是面對同樣的一些對他們的文化 不要說新疆在廣東省 即是廣州 廣州都要爭取文化 會不會覺得 普通話的一個霸權 普通話的殖民呢 所以我就不會把這一個 某些族群的殖民 或者某一個 我覺得這種分析 不幫助這件事 我們其實 所有人 包括我們香港的人 包括廣東的人 包括新疆西藏的人 他們要的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們要的是怎樣控制到自己的生活 你假如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 殖民對這件事沒有幫助 而我覺得 剛剛我們都說過 你要保障到香港是有一個真正的民主 不是說你叫獨立就是有民主 如果中國依然是一個獨裁的政策 一個獨裁的政權 依然是恥無忌憚地影響 西方富人的國家 富人的地域的話 一個所謂的National border 一個國家的邊界 是阻擋不了它的滲透和影響 而是很現實的 我們一有一個位置 為何你要做大中皇家 一個很現實的位置 就是中國的民主法 這才是對香港最大的保障 但是大中皇家交給別人 所謂塔佛的原因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你做不到 就是用最有邏輯的方法 我剛剛說了幾年 這個最肯定不是短期的 我覺得香港人習慣打英國政府 英國流下來的那個政府 其實習慣打敗會有些東西 打敗會有些東西 對於中國政府 你看中國大陸 包括西藏新疆 包括中國內地其他地方的省事 他們打人每堂像多少是輸的 但是他們延遲要這樣打下去 是不是本土牌沒有來性呢?天忌 民主回歸80年代開始 都今時今日差不多30年了 那麼香港人2047還有多少年呢? 都是大約30年 那麼我們用這30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 繼續用現在同樣的方法 在限期戒門之前 可以爭取到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呢? 我覺得自己的能力 達不到這裏 我覺得我自己有的能力就是 就是留意和關注 將我的精力放在香港這一個地方 當香港這一個地方成功的時候 反而會成為一個榜樣 一個模特兒給周邊的地方 現在講得最熱的就是 幾乎沒有人會反對香港要自決 但是問題要香港自決的過程裏面 提出的途徑是很不一樣的 嗯 很不一樣的 首先講一下大中華交 或者大中華中國人這一派裏面的 覺得這個自決的途徑 有些什麽可以做得到呢? 或者是否都會走回 就是在議會裏面選呢? 就是一個自決的方式呢? 我覺得方式反而 只要你能夠體現民意就可以了 全民公投 我覺得方式無所謂 我覺得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不是方式的問題 是實際的問題 當你仍在所謂中共政權的淫威之下 有可能彈到一個 表達到香港民意的一個東西出來 而不受打壓嗎? 我覺得是看到現實的問題 表達的方式如何達至這個 出現的結果的方式 其實可以慢慢討論 這個反而不是一個重點 既然你都認得清這是一個獨裁的政權 而它殺人是不省眼的 它溝淡政策也是不會停的 既然面對一個這麽殘酷的現實 那爲什麽我們不用最激進的主張 作出反抗呢? 我覺得最激進的制裁 結束一段正式建設環境中國 爲什麽不爭取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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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獨立 我覺得這一種才是最激進的主張 因爲當你一同中國人 講到分離主義 講到民主治權 講到自我建立一個實體的國家的時候 全個國家的人都會反對你 我覺得這樣更激進 我們的目標是要國家的人民反對我們嗎? 不是 我們的目標是要達到民主 我們是希望用一種最激進的主張 去對抗這個壓迫最大的政權 是否為激進而激進呢? 這一種是面對一個這麽嚴苛的情況下 一個方法 你有沒有想過當獨立派 向政治光浩一邊推闊的時候 是給空間 較溫和的一派 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我沒有 這個肯定是現實的效果 我都沒有反對說你主張獨立 我覺得主張獨立本身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只不過我覺得從這個現實層面來說 為何我會在大中華交這邊 我覺得這個是最嚴重的 會不會非常之虛偽呢? 其實大中華交 我想在97年之前沒有人敢說的 可不可以討論呢? 幾乎都說不可以討論 當然不會認同 經歷了可能有這班這樣的人 衝一衝之下 我們討論是否能夠獨立 都能夠討論得到 即是能夠討論到本身這個可能 都是因為他們創造出來的呢? 其實在他們出來之前 說真的我個人來說 西藏獨立或普新的獨立 或廣東獨立也好 我覺得完全是file 但問題是目前 我們這些 能夠達到這些的阻礙 就是中共做財政權 所以我們要跨越這個阻礙 只要靠盡量多地區的人 他們的運動聯結在你一 mirac be 才能推翻這個堵路的石 然後你弑立 中國能夠分壁成十八百 其實堅琦你的講法就是 首先孤立得自己 令得自己與世人殊敵 特別是和中國大陸整個獨裁的政府 或者在政府之下所管治的人民 或者難聽一些 已經被社交化了 或者更難聽一些 被洗露了的國人 作為一種強烈的分割 你覺得這樣是否能夠成功? 我覺得香港的問題 為什麼一直覺得獨立不成功呢? 就是因為香港人主體性不足夠 香港人仍然給大中華的情懷綁著 仍然會有很多中國人的身份不同 仍然是非常根深題目的 特別是上一代 所以當你問到香港政制前途應該怎樣發展 是不是有能力自決? 應不應該自決的時候 香港人以往是壓著無聲 英國人放棄他們 中國人要佔領他們 但是他們可以什麼都做不到 沒錯 當時現實情況不允許 但是當時的民意是怎樣? 當時香港人的民意是反對所謂的回歸 這是隔身論 香港隔身會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做的一個民調 過八成的人反對所謂的回歸 支持回歸的人少於十成 少於十個巴仙 既然是這樣的 為何我們仍然要覺得民主中國是我們的理想呢? 我們的上一代做不到 我們自我決定前途的權利被剝削了 為何我們不趁下一個歷史的關口 2020世紀七 再爭取我們本身應有的權利 其實周恒彤講到最歸究底 因為他們爭取的已經不是說民主這麼簡單 他們要的是主權 因為獨立所說的是主權 他們連香港現在所謂半主權 所基本法所擁有的、富裕的這些 有自己的發鈔銀行 自己的監督的機制 下集武軍隊都不能夠接受了 他們認為民主本身 在溝淡、人口之下是沒有前途的 你數人數,你會數輸別人 會不會這一點真是 作為既有的民主派 你們是沒有辦法回應得到的 因此他們才要爭主權、爭獨立 或者爭建國 而爭建國本身就是爭取要有香港人的主權 香港人從來不會去談 要不要爭主權 只要談、只要說要爭民主 作為傳統既有的 這個民主派你怎麽回應 你怎麽呢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所謂獨立的討論 有時本無倒置 我反而覺得民主是為先、為基礎 你有民主的機制在這裏 你要獨立可能是下一步的事 也可能民意早前不支持獨立 沒有人知道 但我覺得前排就是 民主的所有的東西是在這裏 你可以由這個民主的機制 去表達到別人的意願 但是他們在說 就算給了有一個 我覺得整件事不可以反過來 不是華拉拉有個主權 而你這個地方是沒有人主的 這個主權是不成功的 即是我們要的是 我們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 我們要讓我們自己管 我們自己的城市 我們自己可以決定 我們自己的事務 這些全部都是民主 而怎麽達到這個位 即是大中華交的關於大中華交 其實有一個很策略的位置 就是我們要先去到中共這個黨籠 我們才可以達到這個位 才可以去談 獨立是否可以現實 即是可以達成 即是我覺得 而將這個獨立 變成一個最後 我覺得是本路倒置了 我覺得 為什麽我們現在要獨立 因為中共是一個獨裁國家 我們不獨立 我們保障不了自己的生活 但如果是反過來 中共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 可能獨不獨立 就不是一個那麽淨類的問題 你們的說法似乎在說 民主的中國對香港的傷害更加大 這種說法是更加像希特勒時代的 民主的中國是賦予了一個 獨裁政府有更加多合理性 去行使它國家的暴力 去行使它全球的霸權 你們會不會去得到這麽準呢 天璣其實 民主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一個方法 民主也有很多缺陷 而你要建設民主是要有很多根基 法制、教育、基本的人權保障 要有這些條件 民主制度才是可以實行得到 才是可以保障到人民的福祉 如果一個地方的人教育水平不夠 法治的觀念沒有 只有人治的觀念 民主是會變成多數人的保障 這一個是歷史的教訓 會不會它就是大中華膠的罪不幸 我們見到支持要收回釣魚台 在南海開戰等等的 都是中國國內的很多很愛國的同胞 會不會就是真的 因為傳統的民主派就是想想 爭民主本身已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已經是一個錯誤的取態 因為已經面對一個國家的人民 被洗腦了49年到現在 已經是進入了職責難反的時候 如果還堅持要舊式的爭取民主 所以基本上你們是樂悟 也跟不到這班比較前衛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樣說其實是非常 看不起中國人 看不起中國人 其實都是跟我們一個同等的人 都是有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都是有向往這些東西的感動心 都是它都是我們 所以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其實很多人是中國國來的 都是有同樣的向往同樣的追求 而他們為何現在會被描述 是因為有這樣的政權 這是雞紅雞蛋的問題 你總是要從一個環節去打破 這個死循環 你一直就說這個循環已經存在了 我就不去理它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有原則的說法 即是就算不同 不從什麼外國 不從什麼家庭關係好 文化關係 純粹從一個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難道我們就應該希望 那種防疫這麼大的國家 所有人都活在獨裁政權之下嗎 都繼續他們在下一代 世世代代這樣活下去嗎 喂 天琦 你們在做的事情 是醜化著大陸的同胞 還是的確他們是這麼醜陋 這個是政治學的理論 就是民主制度 如果沒有這一切 就是民主政治背後的骨幹 是不會實行得到 會變成多數人的暴政 這個是理論 第二就是 我覺得你搞錯一點 就是好像變成我 所有本土派都完全反對 中國人有人權 反對中國人有民主 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 只不過是覺得 我們現階段的能力做不到 我只能夠在香港 深圳河以南 可以叫民主中國 可以喊口號 或是做一些NGO的工作 但我實際上受的痛苦 是不是深圳河以北 叫人在受的痛苦 不是 我覺得自己只不過 留在一個很舒適的位置 所以你 就是我不覺得自己 真的有這個能力 去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有人去做 我不會反對 我也都不反對 中國人應該是有人權 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 只不過我覺得 我們既然在香港安身立命 我們的首要目標 應該是爭取回這一個地方 我們基本的權利 和一個獨立的國家 或是自由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選擇 但不代表我要把這個選擇 強加起來給中國人 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本身已經是 應該有一個決定前途的權利 而這個決定前途的機會 絕對應該是包含獨立的選項 而我覺得獨立的選項 是一個最好的選項 其實你們所謂的大中華派 和本土派 這樣說是沒有什麼衝突的 是沒有衝突的 為什麽現在形成到 那個圖像 大家是水火不容 你見到根本上是水火不容 但是似乎 聽起來又不是 其實我覺得 譬如剛剛說的 自脫契機 契機就是 我們的分析會是覺得 在中國人民主化 就是這個最大的契機 而我不知是否天氣 或者是你這樣想 我覺得可能香港 透過香港的鬥爭 會出現到這個契機 我覺得這些就是 策略分析法的分歧 沒有問題 我覺得其實 各自 用各自的方法 去達到同樣的目標 就是香港最好可以有民主 而 剛剛說到的一些能力 覺得哪些是重要一點的問題 那一向這個就是 我們在一個很大部分的社會 就是個人的自由選擇 雖然我身為人 我喜歡去餵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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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歡去餵貓 他喜歡去餵貓 有什麽問題 這個是個人的一些興趣 好選擇 好他自己的經歷 好走到自己的一些 一些走的一條路 那這個就變成 已經是 beyond 了一個 可能一個 食育運動的 不如這樣 天琦 你會否覺得本土派 本身在整個興起過程裏面 是被醜化得非常之的 或者是被妖魔化得非常之多 包括了 講你們 或者是理所代表的 那種的年輕人 都是排外 法西斯 這些過程 是不是來自於某種 如果剛剛我們說 就是 中國人和香港人 沒有什麽實質上的衝突 是可以的 但是為什麽你們有這麽多的醜化 這種醜化來自哪裏 就是 對於 對於 對於你們整個興起過程裏面 對於你們整個興起過程裏面 始終我覺得 本土派真正的政治論述 是城邦論 和民族論 其實都是近年捨棄 這麽新興的政治思潮 一開始不被人理解 我覺得正常 譬如一講到nationalism 大家通常用的譯法 就一定是民族主義 講民族主義就變得跟ethnic一樣 然後就覺得有排外 有這種歧視的意味 但事實上 真正的譯法是高層的 大東華派都覺得 本土派在歧視著人家 本質上是否你不肯承認 根本上覺得 因為我就是香港人 你就是大陸人 我和你就是不一樣的 這個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我會覺得 未必可能是 未必是他們的主辦者 他們想造成的 未必是他們的思想 但是你客觀可以看回 譬如反水庫的行動 譬如很多一些 主張香港人優先的行動 裡面所表現出的那種情緒 那種行為 是否有歧視的成分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斷 未必是主辦者所希望見到 我會認可這一點 但是 你放了 Pandoradocs 開了它出來 放了這些 這樣的情緒 這樣的一些 後果出來 怎樣去 即怎樣去 更加準確地表達 可能他們 他們 某幾個組織者 的主張 這個不可以幫你答 會不會是你們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釋放了 人的壽性 釋放了我有別於你 才能夠見到我是怎樣 這種人的壽性 出來使得 即就算主張的人本身 他沒有這種這樣排外 排他或者極有的思想 你的追隨者無可避免就會產生 或者這些就是來自所謂和理非非 所謂的普世價值的批評 就是對你們的批評 你們會不會拜託呢 其實就是一些社會的矛盾 如果沒有人去有示威 挑起到一些社會矛盾顯露出來 不代表社會矛盾是不存在的 一直都會在 至於為什麼社會矛盾會出現呢 就是因為從政的人沒有辦法 用議會的方式或是其他方式 疏離到這些問題 處理到這些矛盾 才令到有一群人 迫於無奈要用自己的方式 走上街頭 這種可能是一種民粹的表現 但民粹並不一定是負面的名詞 當民粹出現 其實也是可以用政治的理論去導致民粹 可以知道到底一個真正有公民意識 和世界上其他現代的地方接軌的方式 這一種的大眾主義 說先民粹 到底是怎樣實行的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會不會覺得 我期望聽到他們那一套 怎樣可以將民粹 其實就是在玩火 因為你們的說法就是他們在玩火 最好就是不要玩火 但他們覺得這個火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即使我這樣說是有點誇張 或者是都可以去得很盡地說 即是否覺得他們真的在玩火 我肯定不是他們很理論的專家 我的理解也有可能會有錯 有偏差 但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你去主張 即是個人主張 不同人之間的分別 這個確實是會玩火的 相對於普太價值的那種重視人和人之間的平等 從這個起點我已經不能夠接受 寫的矛盾是存在的 那怎樣可以用回我們 譬如我們這邊的 怎樣可以用回普太價值的理論 去疏導他們這種矛向 去將矛盾指向制度本身 指向他們的怒氣 他們的不滿 他們的frustration 他們應該指向哪個方向 我覺得我們現有的香港的一些政黨 或者一些政治團體 可能確實是未做到的 最後一個 就是兄弟爬山就各自努力 九月 第一 很多人問你 知你來在達南西之後 很多人問你 會不會選呢 會不會選呢 絕對有可能的 但我現在就 不想再想這些 因為只是做訪問等等 其實已經很多壓力了 還要回去做功課 所以 等我搞定了今天學期的東西之後 再一個真正的決定 會不會就是因為 香港的餅就這麼大 所以大家要爭 兄弟要爭之後 那種手足相殘 就導致了出現今天的所謂的本土派 和大中華派 這些的撕裂 就是有這種的競爭 因為有競爭 要搶這個餅才導致出來的 我想我剛剛已經說過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餅不是一個死那麼大的餅 而是你怎樣將運動 去呼籲這麼多人參與 將運動擴大的過程 我覺得不存在 從省委員的方法 但要選的時候 就只有這麼多個位 選選的時候 只剩下30個位 我亦都不是一個很適合 評論的人 你聽過我剛剛的論述 我自己做事的方式 我會放在做NGO 做大陸的那些位置 我自己不會去選的 亦都沒有參與任何政黨的 所以這個那裏 我想我不是適合平民的人 只能這麼說 Cini 你說 是不是真的因為 整個選舉的制度的設定 設定到 功能組別 根本上不可能被取消 直選和 間選的議席 要同步增加 而這個被先天設定的尿龍 導致香港人會出現了 所謂兄弟之間的 所謂的 手足的內鬥 其實都不關事 我覺得 即是你見到 有 即是議會裏面 或是社運界 公民社會裏面 有一些組織 有一些政黨 有一些政客 你覺得他們的主張 代表不到你 說不到你身裏面的說話 那你就 選擇一個 代表到你的人 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你就自己出來參與政治 自己搞政治組織 那就是 基本上升 這裏有很多的大陸 其實剛才你這個要論 我就是大陸 小小想說 我覺得 大中華交 這個大陸 先說 其中一個所謂激進的位置 就是我們根本是否定 這個香港政治 我們不覺得 你再次會說 這個議會政治有任何的作用 對達到香港的民主 所以為什麽我們的焦點是說 真是參與一個民主運動 而不是參與這個政黨選舉 OK 你們就會將自己的定位 定到一個比較普世的世界主義的位置 天旗你著重在香港的運動裏面 這幾天裏面也聽到了 最多 或者來自國內的朋友 對你們的不理解 或者批評 或者是他們很直覺的感受 就是說 第一 喂 你們是不是真是 在做一些所謂激進的行動出來 最後 好像某些香港的網絡的名人都在說 最後真是 做共產黨的B隊 等等之流 以協助 大家的共同的敵人 即是某些根本沒有易營受性的 香港的所謂的特首 繼續爭取他們的連任 這些就是國內的朋友很不理解的 很不理解 你們會不會 即是其實根本上 在做的事 一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就是在做 會不會考慮這些呢 這些陰謀論是很無謂的 你要我作 我可以作很多個出來 我作說 你主張他溫好 其實你就是幫他證明 幫他溝淡 幫這個獨裁政府爭取時間 這些陰謀論我隨便作到一個 用這些陰謀論 去選擇自己的政治主張 你自己的自主成在哪裏 你真正的想法去了哪裏 多謝兩位在印度北部的特蘭薩拉 接受了一支亞洲電台訪問 有希望收音機前的聽眾了解到 香港的所謂大中華派和本土派 為何有現在所謂的水火不容的 對立 無論是真假對立也好 都歡迎各位在下個星期當時 森林先生再次來到自由亞洲電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